我不觉得女方是一定要结婚带着父母 这只是你的某种不安全感的一种展示 你如果真的是这辈子离不开父母想要照顾父母 当年在第一次婚姻的时候为什么不跟父母住在一起 而是在离婚之后才和父母住在了一起 坦率的来说是在你第一次离婚之后父母才收留了你 所以你口口声声说在再一次婚姻当中一定要带着父母出嫁 其实是你不安全感的体现 而对于男方来说 我认为追求自己的自由的婚姻生活也无可厚非 但是从某个条件下来说 你不能理解他在离了婚之后 就是女方在离了婚之后的这漫长的二十年 其实父母给了他所有家庭的感受 而是你是没有 你才认识他一年半两年 你就希望能够完全的占有对方 这是极其自私 在他漫长的五十一年当中 你给了他多少温暖 你没有 你只认识他一两年 但是你希望能够在自己六十岁以后的再一次婚姻当中 能够完完全全享受到所谓的二人世界 你觉得这可能吗 如果你们俩之间只是情投意合 不用结婚 谈谈恋爱就好 但如果你们要结婚就必须要有志同道合 但很显然你们志不同道不合 就像阿蒙老师所说 你们彼此的如意算盘其实把它翻出来 其实有的时候和一些年轻人的自私想法一样可笑 你们要认清楚一个现实 很多年轻人是彼此在一起三四年四五年 而只是在之前的二十年彼此不相识 所以他们走在了一起 而你们是在彼此之前的五十年彼此都是陌生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右…… 位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现实我都改不过来 那么这么的情况咱以后不能解决吗 我想你看看在这个时候你考虑考虑 行 行也不行 我觉得今天考虑考虑 自己极致之下思考出了另外一种方式 或者叫他可接受的方式 租个门对门 或者再租一个楼上的房子 父母一套 他们一套 不在一个屋檐下 但是在物理位置上很近 方便女方去照顾 这是你想的 对 行吧 你们自己去考虑吧 谢谢两位 请回 回吧 请关门 这算是一段黄昏恋情 想往婚姻生活里去走 结果碰到了女方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其实在现实问题的背后 都有很深的心理动因和因素 老师们都做过了一些分析和解读 他们的选择是什么 不管是什么 还是那个希望 希望大家不要用一个所谓道德的高度 来对这样的感情做一些衡量 我们尊重他们所有的一切的选择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们思考之后 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请开门 请开门 我觉得我刚才这个主意 我以前也想过没敢提 现在我觉得这样做 我觉得没有问题 既能照顾父母 又能够我们俩相处有空间 朋友来了 亲友来了都可以 我跟你说啊 我们尊重你们做出的选择 生活的路是你们自己去走的 回去之后 还是要静下心来 考虑更多的客观因素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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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